大家好,我是龚一鸣,又见面了 这次我将开启的是一个系列的客户视频 这个系列是关于航空引擎的 需要声明的是我并非航空专业人士 本系列讲到的知识都是我多年来在业余时间学习的 既然是航空引擎 飞行器本身只需要携带燃料、氧化剂来自于空气 这一点和火箭引擎不同 火箭自带燃料和氧化剂 不需要吸气也能工作 所以一直能飞到搭气层外 本系列只涉及到吸气型的航空引擎 关于火箭引擎后面会开一个单独的系列 航空引擎有多种结构 而一些基本概念不管在哪种结构都会涉及到 所以一开始我先做一些介绍 工作原理来说 航空引擎不管是什么结构 本质都是把前面的空气吹到后面 根据牛顿第三定律 飞机就会受到一个反作用力向前加速 引擎产生的推力等于单位时间内 引擎给气体增加的动量 所以一个简化的计算公式就是这样 其中T是推力 BE和PE分别是气体经过引擎之后的速度和压强 V0和P0分别是气体进入引擎之前的速度和压强 M-DOT是单位时间内流过引擎的气体质量 A是叶片的红结面积 后面会提到的几种不同的推进方式 这几个项的数值分布也有所不同 在实际中 M-V项比PA项要大得多 要提高引擎的推力 关键还在于如何提高M-V项 第一是增加引擎在单位时间内能推动的气体质量 第二是引擎给气体增加更多的速度 螺旋桨和高旁通比的涡轮风扇 主要是通过增加M-DOT来增加推力 VE只是略高于V0 涡轮喷气则主要是通过增加VE来增大推力 对于飞行器的引擎来说 不但输出功率重要 重量也很重要 所以很多时候考虑的是功率和重量的比 点称公重比 也就是功率比上重量 说是重量其实是质量 单位是千瓦每千克 或者音质单位的马力每磅 比如用于B29轰炸机上的Rite R3350引擎 功率是2535千瓦 或者3400马力 质量是1210千克 或者2667磅 所以它的公重比是2.09千瓦每千克 或者1.27马力每磅 而现在的余音V22上用的RRT406引擎 公重比则可以做到10.42千瓦每千克 或者6.33马力每磅 如果是喷气引擎 那么还有一个常用的衡量标准 叫做推力重量比 简称推重比 是推力比上重量 分子分母的单位都是牛顿 所以推重比变成一个无量缸的数 第一架投入实战的喷气战斗机 德国ME262用的是JUMO004引擎 推力是8.8千牛 重量719千克 推重比是1.25 而且在F35的F135引擎 推重比可以到11.5 火箭引擎的推重比 因为原理和结构都不同 比温轮引擎高得多了 比如航天飞机主发动机的推重比 可以做到73.1 SpaceX最新猛禽火箭引擎的海平面版本 推重比有望达到200 以后会详细说这些 还有一个会被频繁提及的概念是马赫数 它表示的是速度和音速之比 如果飞行器达到音速 也就是1马赫 低于0.8马赫是亚音速 0.8到1.2马赫是跨音速 1.2马赫到5马赫称为超音速 大于5马赫称为极超音速 在不同区间下 遭遇的空气流体性质会有所不同 由于音速和空气条件有关 1马赫在不同温度的空气上速度有所不同 低温下音速低一些 只能说用海平面的高度和温度换算下来 1马赫大约是1225千米每小时 有了这些基本概念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介绍各种结构的航空引擎了 下期我们将从最早的活塞引擎开始讲起 欢迎继续收看 再见 再见